王狗你好 在差不多上個月底十我的手臂莫名其妙抖出了一個明顯的文 這讓我在思考是不是跟我國中住校時遇到的小鬼有關 如果可以的話 能否讓你的公主朋友看看 或很多人他們都沒辦法解釋 問過了 但是也沒有一個解釋 看看有沒有網友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是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的 或許可以幫他解答一下 OK 大家好 我是王狗 你們可以發現我頭髮變了 因為我上個禮拜去了一趟重慶 我覺得那裡真的蠻酷的 一個4D的三層的概念 然後東西又油又香又辣 那話說回來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上一集介紹的鬼故事 這一集呢我就是到了碧潭 也是一個小河邊 我雖然不知道是不是跟鬼故事同一個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蠻接近的 然後我就到了那個地方做一個都市傳說 這個都市傳說也是非常有名 叫做人面鱼 二十多年前 有一群人到了西邊釣魚 黃昏時釣上一尾大約4公斤的烏鍋魚 大家準備要把它烤熟 使用的時候 突然就聽到一個老太婆的聲音傳了出來 用著台語問著大家說 魚肉好吃 仔細一看 竟然發現 烏鍋魚的身體上 有一個人臉 正在一張一合的開口對著他們說話 最後呢聽說那群人 有的人當場吐出來 有的人生病 甚至有的人在睡眸中就這樣過世了 對呀那當然這只是一個傳說 而且其實晚上到西邊釣魚的人那麼多 那為什麼大家都沒遇過 就只有他們遇過呢 所以呢 我就思考了一下 如果我單單只是去那邊釣魚 那應該也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我想到了我上一次歸隱私路的連續寶貝七次 那麼省準的一個關鍵點 或許可能就是因為我套了一堆的紙錢吧 這一集我就是要拿著一堆紙錢 用紙錢去烤魚 或許這樣子 比較會有一些機率遇到東西吧 OK那不多說 我就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當時的畫面吧 我們現在用這個就是希望把浩兄弟進來這個 這套域裡面 看會發生什麼事 我是覺得應該是不會有人說什麼 提拔後夾不會 這個太難了 不是每個人都遇得到這種事情 你也沒開始跳 剛跳一次 右眼跳 對 好像是斜 對啊 蛤? 是斜 是斜 準備要烤魚的這個過程呢 冰打說他的眼皮一直跳 我們都知道眼皮跳其實兩種說法 那有一種說法呢 是女生的右上眼皮一直跳的話 代表你的朋友會遇到事情 另外一種說法呢就是比較醫學的 有時候你睡眠不足 或者是有太強的光照到你的眼睛 都非常有可能讓你眼皮會跳動 所以這一個點呢 可以說它是一個徵兆 但其實或許也不代表什麼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紙比較好燒 對啊 這樣烤鯊魚真的能吃吃飯嗎 有了有了 好 那這個 還不想一個人在後面 那個燈厚一點 你不敢躲在暗處 這樣 這裡呢 裡面的那個安娜 不是有說 她不敢站在黑暗的地方太近嗎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都還不知道什麼原因 直到後來回到了車上 她這樣子說 我記得你蹲下來 忘記在用什麼東西嗎 還是相機還是什麼之類的吧 我不是 往你那邊靠了一點嗎 我往你那邊靠是 我突然覺得那個 我們不是那個浮的那個上面嗎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就是 感覺後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有人踩了 踩了一點點 踩了那個 的那個 那種感覺 就一下然後我就 我就往那邊靠了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也有一下 真的嗎 有沒有感覺 我正要過去對面的時候 我右邊 你們都是在左邊 我右邊 我要離開的時候 對你們剛剛有發現到嗎 我再重播一次 沒有沒有沒有 好 她不小心人在後面 那個蹲透一點 安娜有聽到了一個 動的聲音 其實也有可能是我 或者是琳達發出來的 但是 怪的是我們那個時候都蹲著 而且呢 你們可以看我在車裡面 不是也說我也聽到嗎 我聽到的時候是 後面這一幕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這幕的是已經結束了 我們準備要收一收 離開的時候 我遲疑了一下 那他們兩個可能在想說 為什麼我不走對不對 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是有在旁邊聽到 也是動一聲 我那個時候也沒有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 不需要講 有錄到就 自然就有錄到 沒錄到就算了 沒想到回到車上 才又聽到她講說 才有聽到 才有聽到 我才把他們聯想在一起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新熟欸 熟啦 酷啊 它是沒有什麼冷面的圖案 唉唷 我覺得有熟 沒有熟 就是其實 還有熟 真的假的 還不錯 你覺得有差嗎 沒有吧 你看她眼睛 眼睛 放在這裡 你不要這樣 你快看 你看她這一隻眼睛 你看她這一隻眼睛 然後這一隻眼睛 是嗎 是我錯覺嗎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那個魚的兩邊眼睛 顏色不一樣 一邊是只剩下黑色的黑眼球 那另外一邊呢 就還是正常 穩著穩著的 因為烤過這樣子 這個狀況 其實非常有可能 就是說 我們翻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 水晶體破掉 但是呢 大家可以再繼續看下去 就會發現 欸 好像有一點奇怪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 對 那我們 反正就看下去吧 我們先把他帶走 我們先把他帶走 我們剛剛就是走 這個不知道過來的 現在回去 現在 現在不知道會不會 聽到什麼聲音 還蠻空的 欸 往後往後 我的臉怎麼是綠色的 我知道啦 等一下 你光照我一下好不好 我知道 好可愛 欸我發現很辣 應該是有樹葉 所以我的臉才綠綠的 我們 並沒有遇到什麼事欸 剛剛出乎我意料 我吹頭的那一集 我們也是這樣走 三個人 然後聽到女子的笑聲 然後最後聽說 那集是苦聲 欸小心喔 好 其實不用怕 你看我們已經到市區了 你該不會想喝吧 可是我看久了 我會覺得這不像魚眼睛啊 笑什麼 你自己看 我不想看 真的不像魚眼睛嗎 你不要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好你自己來 對大家知道我們在吵什麼嗎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回到車上 有一瓶水 我準備要開那瓶水的時候 我看到裡面有一個東西 黑黑的 我就在想說 他們有喝過那個水 可能只是有什麼 髒東西 飛進去啊 或者是幹嘛的 結果我就問他們 那但是他們又說 他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在一直推 這是你弄的 還有這是你弄的 然後最後大家都不信 後來我們就仔細的 看了一下那個瓶子 哇塞 那瓶應該真的沒有開過 有啦 有開 有開 我想拍你自己拍 可是這個黑黑的有在渣嗎 有一個是白的 沒有那個黑的啊 是喔 是喔 你為什麼要一直抓那個 我怕 很可愛 大家就 研究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不然我們就 把他倒出來看 比較亮 我覺得他有像耶 很可愛 可是我覺得 突然又覺得 長塑膠 好像不是耶 這也太大顆了吧 不是啦 我覺得應該不是 因為如果是 那個的話 應該很快就爛掉 不知道大家覺得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說實話 是蠻奇怪的 那個時候 我腦袋裡面就很多跑馬燈 我以前有沒有買過 裡面有加過料的東西 但我後來想到說 其實好像也有兩次 一次是米漿 然後喝到它是 酸的是臭的 第二次是我喝一個茶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 那是螺絲吧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運氣這麼好 都遇到這種事情 重點是飲料生產線 大家都可以看到 是這樣送過去的 然後它會裝進你飲料之後 這樣蓋子蓋上 我覺得如果是 有外包裝的飲料 或許情有可原 因為大家都沒有發現嘛 但是這個是透明的 到底說運送的過程中 大家會發現 甚至是我買的時候 我也會發現 那為什麼我們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如果用靈異的方式去解釋的話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 之前有關係 但是這個狀況呢 也讓我想帶一個心境 其實我們對於這種未知的事情 我們是感到迷茫的 就像十歲的人 可能看不到二十歲所看的角度 就像我做這個網路影片一樣 對大家來說 其實也是沒有我了解得清楚嘛 就像你們的生活也是 我肯定不比你們更了解你們自己 所以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YouTuber的這一整個過程 是我所經歷的吧 希望大家也可以從中 然後去了解到一些東西 把它變成自己的養分 其實我最一開始的初衷 我是希望說 這世界上有那麼多 遺而傳而的傳聞 那為什麼都沒有人可以去 真的去證實它呢 所以我就陸續開始拍了 前線啊 廁所的花子啊 末班車啊 等等一些鄉野的傳說 一開始 非常的開心 那個時候我最大的收穫 並不是錢 並不是點閱 也不是訂閱 就單純只是你們對我的喜愛 你們的評論 然後我看到了 覺得有放縮到你們 我就覺得 哇我好像 我好像又貢獻了一點點什麼 微博的力量我也很開心 但是到了後來呢 就會開始有人找上你 開始跟你說 欸你做的這個都市傳說啊 或許要把它弄得再恐怖一點 把它弄的是怎麼一個系列 你才可以把它商業化 你才可以走得更長遠 你才有更多的錢 你一開始聽到這個 你其實會覺得說 這就不是我所想要的啊 我想做的就是 我想要把我當下的想法 我想要把我想告訴大家的 傳達給大家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當這些話 一個人說 兩個人說 三個人說 甚至到了很多人跟你說的時候 你就開始懷疑自己 你就開始覺得說 欸是不是好像真的要 照他們那樣子說著去做 才可以擁有的更多 才可以變得更厲害 然後甚至是到後來 因為認識了其他的youtuber 那那個時候就會跟他們聊 欸我的內容應該要怎麼樣 才能夠更豐富 穿搭好的給大家 然後大家才會 欸又從樂趣中學習 會不會有收穫 反正另外那個人 他跟我講的是說 他覺得標題要如何下的更爽動 才會爆 這個流量才會起來 那才可以賺到大家的錢 兩個是完全天圓地碼的出發點喔 那個時候是完全是這樣子 然後一個月後呢 他那個月的流量差不多 差不多19-20萬台幣 然後我那個月的流量差不多 5-6萬 對 當時的我就在懷疑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 像他一樣 一隻貫說 有沒有爽動有沒有哏 有沒有爆點 然後去炒作起來 然後才能賺到更多的錢 原本的那個初心 你就會漸漸地 從最高的這一層 然後被壓到第二層 因為這個狀況呢 也就促成了我當時 去加入了第一家的 就算是youtuber吧 的那種經濟公司 那個他是一個gay 其實gay沒有什麼嘛 就是 大家其實都是 可以同理期的去看待的 但是 他那個時候就是想要 就有點用半威脅的方式 然後就是想要 對我幹嘛這樣 之前之後我就不多提了 反正最後我就是 成功的解約了嘛 加上我拍這個影片 會有很多人 其實也是抵制你的 他會覺得說 你不要到我這個地方拍 就要告你啊 幹嘛的 那我也因為這樣子 去警察去做過筆錄啊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發現 我有兩部 鬼不注意晚的影片也不見了 那其實這個本來就是應該的 因為這是人家的權益嘛 雖然我的出發點 並不是壞的 但是本來就是嘛 因為我拍這種東西 很有可能會給當地人 造成一些恐慌 我本來就不應該去人家那邊 這種種的事情 就會漸漸的把你的一些熱情 把你的一些 你的初衷給抹滅掉了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為其實有了這些現象 有了這些挫折 才有可能去成長 如果你永遠都只是很平順的 過在那邊 一番風順 沒有接觸過一些比較黑暗的事情 沒有別人的一些打壓 其實也不會有成長 所以 這都是好事 我只是想要把它提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行各業都是 就是這樣子 才可以抵抵自己 越來越想上 那當然啊 我今天講這些話 不一定是對的 現在我23歲嘛 搞不好 33歲的我又回來 看23歲的我 又沒有看清什麼事這樣 這個也都很正常 都是學習嘛 大家有什麼心得想法 直接都可以分享 我相信 只要你說出來 就會有人看到 我也會看到 對 因為每個留言我都會看 為什麼現代人 比錢的人更發達 然後更有想法 不外乎也是因為 資訊的發達 我們可以接觸到 各界的資訊 接觸到很多的東西 我們參加這種 更有創意 然後更 更深層的禮物吧 那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啦 B台我會再回去一次看看 帶著之前 試試看 到底 是不是之前的關係 那OK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拍攝 喜歡 謝謝大家 我是Mogo 我們下次見 掰